嗨嗨 我是雪莉 今天又是一个排名系列啦 我来跟大家分享 Milton Brown 11款沐浴乳 我对他们的想法如何 想知道谁是第一名 谁又是最后一名呢 就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哦 我这次购入的啊 是这10款的沐浴乳小罐的 然后他们还附送了另外一罐 所以我总共有11款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来进入他们的排名吧 最后一名呢是 Infusion Eucalyptus 就是所谓的安树的香气 这款香气啊 我洗在身上 我瞬间觉得我是身上被打了什么草药是不是 就是我受伤了 所以人家铺了一层 那种稠稠的 稠稠的 很绿的草药铺在我身上 就那个味道 然后呢 再仔细一闻呢 我想一想 这就是沙隆巴斯的味道啊 哇 这个香气真心不行 如果你是喜欢沙隆巴斯的味道 这款香气你会很爱 你会觉得它很草本 它很植物 但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沙隆巴斯的味道 太像草药的味道了我不行 但喜欢草本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看看哦 下一口我们来聊到他们的Fairy Pink Pepper 就所谓的粉红胡椒这一款 这款香气我也不太行耶 我觉得我一洗起来就有一种我是食物 然后胡椒洒在我身上的感觉 它非常的粉红胡椒 非常的强 非常的刺鼻 不好接受的一款香气 但如果你是很想要追求胡椒的那种刺鼻感啊 这款香气可以去尝试一下看 我觉得他们家等一下我介绍的另外一款胡椒香气 我会更推荐你去尝试看看哦 下一款我们的第九名来到了Orange Bergamot 这个橙子跟沐浴乳 这款应该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香气 在我闻起来完全不行 它非常的人工 非常的刺鼻 很像是那种厕所 人家用清洁剂洗完以后 闻到的那种柑橘调的味道 一点都不高级 一点都不自然 很刺鼻的味道 这个柑橘调我太不行了 但是如果你喜欢柑橘调的朋友 你可以去闻闻看 但是这个柑橘调对我来讲 真心不喜欢 接下来第八名我们来聊到他们这个 Heveline Ginger Lily 这个野浆花的味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小黄花的香气 我并没有觉得它特别是一个野浆花的味道 感觉起来是一个温柔 不太想麻烦人的香气 也不会想让人家太困扰的香气 我觉得什么时候你适合用它呢 如果你今天跟你的旅伴 同性旅伴出去旅游的时候 然后你不想要洗完给人家觉得那个 厕所味道太刺鼻 然后你又想要一点点 洗完以后自己会觉得舒缓的味道 这款香气很适合 因为它绝对不会让人家觉得 有打扰到别人的感觉 是一个温柔的香气哦 第七名就是这个 Castal Cypress and Sea Phanel 这个薄树海回香的香气 这款香气啊 一洗起来就是度假起来 我到了海边的度假小屋 打开窗泡着澡 外面的安树林飘散出来的味道 到我的鼻腔里面 我泡澡的味道跟那个树林的味道 结合起来的味道 非常舒服 温暖阳光 超级放松的味道 如果你今天洗完想要呈现一个放松感 我想要 我没办法去度假 但我想要享受那种度假的氛围 这款香气可以去洗起来哦 下一款第六名呢 就是这个Russia Leather 俄罗斯皮革的味道 啊 这款香气我跟你说 非常皮革 烟熏皮革木质调 在你洗的时候 你完全能够在你的鼻子里面闻到 好闻 但很Man 对我来讲 太Man了 我觉得我洗完 不想要呈现这么阳刚 这么Man的感觉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猛男 你今天早上出门 前想要洗一个 让人家觉得你很有朝气 充满力量的感觉呢 这款香气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因为它的皮革跟烟熏呢 还有这种木质调呢 其实是很好闻的 它有非常朝气的感觉 而且这个皮革香 没有那种新出厂皮革的刺激感 它也没有太过成就 所以让你变得太柔和的感觉 就是刚刚好中间的味道 所以猛男们 试起来 吸起来这个味道 绝对会让你觉得 应该非常符合你想要呈现的形象哦 第五名了 我们来聊到他们 Sway Aorus 这一款极皮鸢尾花的香气 这款香气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精致的花香气 它没有什么极皮的味道 它也没有什么鸢尾根的味道 它就是一种高级感很舒服的 花香气沐浴乳的味道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体会那种精致的鸢尾香气呢 这款可以去尝试看看 但如果你在追求一个鸢尾根很强大的味道呢 这款并没有 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精致的花香气哦 下一款第四名来到他们家的热卖款 Recharge Black Pepper 所谓的黑胡椒这个香气啊 我跟你讲 这个香气超适合早上洗起来 洗起来就瞬间让你整个脑袋都醒了 它虽然辛辣却不难接受 因为它有着香菜跟香根草 带来的绿意跟土壤器 有一种早晨起床在草地里面打滚的感觉 哇你早上洗澡 然后呈现那个味道 我觉得很赞耶 整个人都精神起来 可以理解这为何是他们家的热门款 因为外国人洗澡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喜欢早上洗澡 我们习惯晚上睡觉前洗澡 所以呢 如果你早上起床洗这个味道 我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的有精神 整个人都非常有朝气 所以呢 如果你是习惯早上洗澡的人 或你今天出门要去办一个事 你希望可以呈现给人家一种朝气满满的感觉 这款香气洗在身上 我觉得非常不错哦 第三名是这个Delicious Ruber & Rose 这个大黄玫瑰的香气 我觉得这款香气没有女生会不爱 因为它就是一个大黄玫瑰 非常有甜品的味道 玫瑰花香气淡淡的 更多带来的是这种大黄的甜味 可是这个甜是半糖 它不会过甜 它就是恰到好处的甜 洗完澡 整个人都开心起来 甜蜜起来 我跟你说 今天如果你打算 要跟某位你很心仪的对象 过夜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洗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会让它有你入怀的时候 哇 觉得你真甜美 给你做参考了 来到今天的第二名是 Flora Luminaire 这一款浅花的香气 这一款香气很不错耶 它就是给你那种小小花朵的感觉 洗起来很舒服 有一种小花在你身边绽放的感觉 花香 然后背后还有干净的摄香 所以是不是洗起来就有一种花香摄香感 很舒服 很洁净 洁净又有花香感 喜欢 而且它洗完整体味道是浅浅的 不会给你很强烈的味道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 晚上睡觉前洗起来 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很沉静 然后又有一种淡淡的味道 很舒服 接下来来到今天的第一名 大家一定想不到我推荐的 既然是Tabaco Absolute 这个香气 这个香气真的是一款很出色的香气啊 我跟你说 你洗完超级放松 它的烟草味是那种带有酸的那种烟草气味 很好闻 洗完你就觉得 瞬间等一下我要喝一杯红酒 或者是那种Whiskey的感觉 非常有烟草烟熏感 植物带着那种酸气的感觉 非常特别 我不觉得Man 他洗完有一种非常疗愈的感觉 扩香持香还异常的好 你洗完两三个小时之后 你进到那个浴室 还是有那种淡淡的烟草香 很美很棒很独特 洗完整个人都放松 绝对是一个周末礼拜五 我要洗它的味道 我洗完我就是要来一杯酒 把自己整个人都放松 瘫软在沙发上 准备今天夜晚要来好好说洗的感觉 洗完早想要来一杯吗 这款香气 你一定要去试试看 洗起来哦 以上就是今天十一款他们香气的分享 我觉得我蛮喜欢他们家沐浴乳的 依照你个人喜欢的去选择就好了 洗起来也不干涩 香气留在身上也非常舒服 这种洗到会开心的感觉 有机会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试试看 他们家沐浴乳哦 不管你是要追求放松 还是你追求醒脑 等一下出门要给人家朝气的感觉 都绝对可以找得到适合你的香气 非常推荐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排名系列啊 那你用过他们家的香气吗 你喜欢他们家沐浴乳吗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喜欢我的影片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那我们就下一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